這張直播桌是四個人 第一把應該大家都會選擇平根入尺 好 我們的第一把我們的Podosky就展現一個想要做一個隔離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這邊Sanguine Wood很有可能第一把很有可能會不會拿QQ直接All-in呢 那他這埋伏這個QQ是很有可能在這第一把一百個潛珠的狀況之下四人左右很有可能會直接整組All-in 因為畢竟現在我們底池已經有三萬了 那這個All-in其實可以為他帶來一個很大的收益 應該是簡單的一個整組惡靈 因為畢竟我們在比賽的剛開始啊 這個機會是非常的重要的 好 我們的90也上了 Podosky Podosky也算是一個打打比較爽的玩家 對 這個牌是一個7-3 7-3開 我們的Podosky是一個非常喜歡在前幾個級別啊就跟對手做對抗 我們這邊的Sanguine Wood集中一個三條 其實像這種90對...哎呦直接中了瞬子 看一下 沒有這一排 我們Podosky直接變成...就翻倍了變成二十萬的籌碼 二十幾萬的籌碼 那其實你看90對QQ是7-3開 那可是90對AK是...可能是55開 那AK對QQ又...55對45 所以這互相的一個排力的制衡 就期望在比賽的前期能積累到比較深厚的籌碼 好 就排我們的Podosky又一次用他的A8雜色進行一個加注 我們Podos在裝偉拿到狗七同色 好 坐... 或者 閉嘴 對... 閉嘴 對... 閉嘴 就是我意思 他沒有擔心 對 好 OK 好 我們這邊我們的COTOS 有一個不錯的牌喔 它有一個卡順 而且是接上去的卡順在買一個紅心 那同時的位置 它可以有一個不錯的牌喔 可能會選擇一個主動的攻擊 那我們的... 呃... Pedosky這邊有一個A8也是一個卡順 然後有一個後門買A紅心花的一個機會 他也選擇了一個跟注 好 轉牌掉了一張... 黑頭Q 那COTOS這邊有點開不了牌 可是他的...有一些... 擋個兩個順的一個... 呃... 童花聽牌 其實他可以選擇做一個... 偷機的下... 呃... 在轉牌 這個... Semi-Bruff 就是半... 半炸虎啦 就是... 邊聽牌邊攻擊的意思 他其實在轉牌可以做下注 那... 可是他選擇一個比較保守的一個過牌 這裡要吃家住了 對手在合牌是埋到了一個很強的牌裡 被... 童花 被打一個4萬 應該會選擇O-In 這邊... Go-High的Flush應該會直接O-In 所以他也... 後手只剩下7萬2千 那面對一個4萬的下注 滿吃下注 我們的Petkoski真的兇啊 拿一個NAS Block就直接... 啊... 還是蓋牌了 沒有辦法 好...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Divorce 也來到我們的桌上 那這次也算是... 算是... 可以有4萬... 算是個全勤獎啊 有什麼打什麼 Yeah And then he came back and called 真的是一個全勤獎 真的全勤獎 Yeah 可以看到很多職業拍手啊 真的是... 非常的勤奮 他們看上去生活很瀟灑風光 但是背地裏付出的艱辛和努力 哈哈哈 也是需要... 觀察和注意才會看到 好... 我們的... Petkoski又拿到了一個... 兩高章帶買花 Yeah 那這是一個六人體型 如果貿然進攻的話 很容易被對手... 做一個加注 We're friends We wanna play together 哇 去... 大家都不太想動啊 My buddy, buddy, buddy 在一個六人底池 真的是只有拿到很強很強的牌力才敢動 No There will be some of your buddies coming soon You can call... You can do the same thing as well 好,我們的quick 在這裡直接用一個9的擊中 然後在這裡做一個下注 在6加底池啊 非常的... 膽大 真的是膽的非常大 好,Divose 一個頂對石 圈踢腳 好,我們這邊沒有看到Watson的牌 會不會他裡面有一個... 很大的8呢 一個8的一個... 瞬 好,這裡他用頂對也選擇跟著啊 喔,這裡他用頂對也選擇跟著啊 好,這裡他用頂對也選擇跟著啊 你看 那... 定手 這個頂對的跟著... 這個有三個人在裡面,應該大家都覺得有人有疤了吧,應該大家動不了,沒有疤真的動不了 因為打的人被兩家跟真的是覺得自己落後了 但是沒有想到,三家都沒有想到,最後是一個頂隊A死就可以收下底池 Quickson這邊還打得出來嗎? 這裡其實真的是誰打得出來誰都能拿出來,哇真的打了一個5萬 超吃下注,打得好 但是打這個5萬就像是演8勾了已經 他手上有一個勾 應該大家要扣下來,一兵這種三人底子 哇,這裡迪歐斯如果能拿這個圈扣下來就真的,拿圈10扣下來 拿這個圈10扣下來 他還沒有擋到任何順子的組合 真的是,真的只能說是一個神賭 除非他看到底牌,他手上沒有8,也沒有勾 然後拿個Q10這種結構在短牌的結構上面跟 這個是有點太強 他轉牌的一個跟注就已經很神奇了 大家會不會覺得對手是一個勾圈勾K的牌 然後這邊開不了牌,再轉一個bluff 他甚至這裡是不是在想做一個ribbluff啊 直接在這裡選擇加注 對手後面只剩3萬了,應該也不太趕啊 他選擇蓋牌 那我們的quickson其實也非常開心 他覺得我們的debbluff應該蓋到了非常大的牌 甚至是蓋掉了一張8 盧卡斯龜物 平跟了一個KK 在UTG的位置 Hijack位置,我們的Goddess拿到了一手A7雜射 應該是可以直接蓋掉了 因為這個不是個太好的騎士手牌 現在做一個 加注,擠壓 那結果沒有想到撞到了 撞到了 那JJD這個Q10童花應該是會跟的 有一個位置 但是他跟了之後會浪費籌碼 因為 因為 對啊 他不知道我們的Lukas龜物已經在等好了 現在他特別開心啊 額外賺到了 我跟 終於有人做了一個加注 而且還有人跟住啊 這個賠率太好了 他直接選擇O-0 選擇一個直接的O-1 選擇一個直接的O-1 然後選擇狗的跟住 因為裡面還多了一個 賠率太好 前面的一個死錢 賠率不錯啊 Q10童花也是有一個 30%左右的勝率 其實如果假設 這個S-Greenwood是一個S-King的話 其實他還是有5-5開 喔 擊中一對 勝率還是保持有30%左右 並沒有減弱 開張 哇 直接擊中 我們KK是只有兩招出現 啊 我們的 Greenwood的兩兄弟啊 是各自被反超了一次 都是用了非常強的牌啊 一次是圈圈 一次是KK 看一下 Greenwood在 我們的Lukas 97紅桃 看一下 還選擇跟住啊 還選擇跟住啊 然後後手還剩下28000 又是一場 9-7 一場 兄弟之爭 轉牌來到了一場8 兩位兄弟應該是知己知彼啊 因為彼此之前一定會有 對 彼此會有一些了 超常人的一些 一些 交流啊 而且據說 軟酸兄弟之前還是有一些心電感應 這個時候 我們的Sam想要偷 他可能 剛想要有這個念頭 他DT就已經知道了 哎呦 你想偷我是吧 感覺會被抓哦 其實如果有自己 那種兄弟姐妹也是一起用打牌 然後當然實力差不多 其實 我覺得應該蠻有意思的 啊 蓋掉了 哇好殘 連兄弟就偷 自家兄弟都要偷 好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Cortus選擇一個K7的一個平根 A4 A9 然後我們的 我們的Ribbin也是選擇了一個Check 那目前我們的Cortus跟Ribbin都擊中了一個頂隊 那我們的 我們的Greenwood是可以買一個卡順的 好 三位玩家都選擇夠牌 四位玩家選擇夠牌 好我們場上沒有人集中Q沒有順子 我們這K配就贏了 K7就贏了 四加過牌 四加過牌 兩個K7 一個非常和平的Family Pop 大家都Check到此 兩位玩家分斥 好我們這邊我們的Cortus平根 那大家都是一個平根的一個四人底屍 喔這個翻牌對我們的Saint Greenwood算是非常的好 卡順在買花 他有45%的勝率 雖然他沒有集中任何的對子 那大家好像也都沒有中 哇這邊我們的Ribbin 我們的某Casino老闆的Ribbin 他集中了一個Set 那這邊很有可能會遭遇到一個 還沒有沉順的狀況之外 很可能會遭遇到Ribbin的一個加注 那我們的John Dronda 是一個卡9的一個順著 那他這邊也有可能會做一個偷擊的Race 因為加底屍還不大 他的籌碼是可以做一個偷擊的加注 那當然平根也不是不行 平根也是一個選擇 OK 我們John Dronda 選擇做一個Blaff的Race 那我們的Ribbin 選擇一個再Race到3萬 那這邊我們的San Greenwood 其實比較尷尬 因為他被卡在中間 而且他又很擔心我們的John Dronda 會不會再加注 這邊San Greenwood 可是他牌真的有點太大 因為畢竟他可以買順買銅華 而且買到銅華有可能是最大的銅華 這應該要先錄一個參考 我現在要不要擔心是John Dronda會不會推出來 我現在要不要擔心是John Dronda會不會推出來 好 還是選擇了一個跟注 那反倒我們John Dronda是被打開了 好 我們River並沒有擊中 而且我們的Ribbin是集中了一個葫蘆 可是應該是沒辦法獲得支付 A7雜色在Hijack的位置已經是一個偏後的位置了 选择做一个跟注 三位玩家来到一个番后地区 直接我们的Kortos击中了三条七 连续有击中 上一把是中了一个天花 Kortos刚刚今天的风格已经打得算很凶 又一直中牌 Kortos刚刚是打了一个天花 这回是击中了一个三条 Jayton用一个卡顺继续选择做一个下注 Kortos在这里 应该还是会选择做一个跟注 直接加注的话 太暴露牌力了吧 还在思考 直接向他做一个加注了 因为他今天的整体的牌风比较激进 可能就想抓对手的一些9 然后抓一些对手的买牌 因为他也知道对手在这里 可以打出来的大概率也有可能是一些买顺的牌 比如说80 他想要去抓对手更多的买牌价值 可以按摩 可以按摩 我知道吗 我可以按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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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Rybin选择在枪口的位置 选择跟住4000 用他的X-King 你准备了吗 对 谢谢 Cortus 7-7 Greenwood这里应该要跟我们的Rybin在翻前打光了 直接选择All-Lin他的圈圈 那重买不是很多 74000 那S-King应该是秒Cortus 最后一个All-Lin 那我们Cortus也选择盖掉他的7-7 看下我们的翻牌会被命中一张7 在仓牌里面 AK是比QQ略好的 短牌里面 对 对 短牌里面 AK比QQ略好 跟我们在长牌里面是相反 正好相反 好 八九十 那这个 这个算是开得还不错 对 圈圈来说开得很不错 这张牌就 转牌直接超越 那我们的Sam Greenwood是连续的大队子 AA KK 圈圈 都GQ了 先是第一手就是圈圈 最后一手还是圈圈 圈圈 KK 圈圈 他有可能会再重买 因为现在很早 很早很早 他可以看到他这一次买入的三发子弹 非常的倒霉 真的非常倒霉 他每一手牌都是一个top range 然后直接就在半天跟打光 然后就 就没戏了 非常地简单粗暴 也对他非常的直接啊 这很快就不浪费时间了也是 对 看一下 如果他选择重买的话 会不会在下一发 子弹中拿到更好的一个成绩 希望他的运气回来一点点就可以了 后期打得真的很好 我们Courth 今天会不会选择加注 然后选择平跟 Courth 今天是打得蛮激进 好 四位玩家的跟注 到 The Ribbon 一手圈圈 他这里可以做一个大的一个加注 直接选择加注到Olin 那其他玩家很难Cour了 Courth 二十四万七千 同花的一个石钩 Courth 他考虑要不要在前期跟你拼一下 因为前期 这样子一个机会蛮好的 可是他真的是有点太多 32万 就是因为多才好 就是多的话如果他能赢下来一下子就变成了50万 这是在前期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可是对方这个是QQ不是AK 这种QQ对CJ 压制还是有点压制 还是有一些压制 7-3开的压制 他要不要去搏这一次机会 如果对手是A skin的话他赚翻了就这把 可是这把如果要进去胜率应该蛮低的 你看我们现在场上有的牌 8-9-9-QQ 他上下的顺子被拿走蛮多招 他可能要靠强气中了 对要靠强气中了 要靠13条这个 而且9圈的梅花都在对手手里 我们可以看到 这牌如果他进去大概率凶多吉少 但是还在思考 希望他能忍住 对手的是 对手是圈圈啊不是A skin啊 如果是AK的话就好很多啊 那我觉得他现在还有在想要 要去拼他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只用了一发子弹 他后面还有20万的时候嘛 他现在在思考 而我们的ribbing是反正 啊 他有跟吗 他跟了 他跟了 想要跑一把 9-10 good hand to call I don't have one 然后看到圈圈就不太开心了 对这种是7-3可以 可是我们刚才看他少了很多张 所以 除非他中两队 可是10勾是没看到的 10勾真的没看到 10勾是没看到的 有可能中三条啊 哦 还可以 可以还可以 这个 有个9可以 可是刚刚有人拿走两张9了 所以9 哦哦 这个机会并不是太大 8张 哇 真的是伯仲啦 哇这个我们的ribbing会不会很骚啊 上头上头 啊 他圈圈没有抓到他的三条 圈圈没有抓到他的石钩的一个价值 不然的话这把 他一下子可以拿到60万的筹码 这把他一下子可以拿到60万的筹码 这把他已经比较大了 对 这把他已经比较大了 这把他直接在窗口为盖牌 我们昨天的冠军啊 Quack Tsung直接拿到了一手S-King 选择了一个在前卫的平跟 好我们的Rendy 我们的Nanonoko 在装备选择过牌他的99 好这个翻牌我们的Rendy Rendy击中了我们的三条 然后我们的Quack Tsung击中了顶对 对 那我们Devoss有一个中队加卡下面的顺子 三个玩家都算是有稍微的击中 Devoss直接弃牌 那这边对于前卫平跟的一些范围里面 不太会有一个6-7的范围 所以Rendy应该 Nanonoko应该觉得自己是领先的 每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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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说是这一旅行吗? 昨年我们开始了 哦! 我不知道 我都知道这一旅行 每个竞争都有一个最终的桌子 那就是 Rendy选择下注15000 那Quick Tsung只有一个A的顶对 他对他来说 这个Q的牌面对他来说并不是非常好 选择一个过牌跟注 哎呀! OK! 那Quins 那 好! 我们Rendy这把算是一个极限的一个搏架子下注啊 打得非常好 对! 感觉很好 我们Codes 是在 赢下来那手对撞之后啊 一路保持领先 目前的优势非常的大 嗯 我们绝望蛋又一次 又一次拿到了一个K10 杂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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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伟林在 观赏尾直接All in 65000 底池来到79000 他需要跟注61000 他选择跟注 那么K10对上A9 是一个55开 好 直接是击中了K10两队 而我们的A9是有一个中间四张勾的卡顺 转牌一张八 啊 合牌是击中了勾 非常的幸运 我们的Jewanda是 让下手位 玩家是做到了一个Double 输到65000的积分牌 但他依然有144000的积分牌后手 好 好 我们开始$1,000 Hong Kong 那不是$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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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玩家 $1,000 他们玩$2k $30 $1,000 Double 直接选择用Pocket Jack 做了一个All-In 好 好 I got a bad hand Hope you got a good hand Oh no, that's too good 哈哈 That's too good That's too good I want like the high cut 我们的Quickshank 希望对手 WOW 一个两头铜花顺脚牌 一下子就有55开 WOW WOW 7,8,9,10 铜花顺啊 铜花顺 干掉了对手的三条 K10杂色选择在枪口位 做了一个跟注啊 直接遭遇到了在枪口加一位的AA 看一看这里会不会做埋伏 没有,他直接做了一个加注 一个标准的10个前注的加注 Codas这里有一对勾啊 597,000 看一下他这里会怎么考虑这手牌 面对一个2万的加注 面对一个2万的加注 直接选择Olin 那真的是撞到了钢板了 那真的是撞到了钢板了 我们的Bentfield应该是个秒call 我们军王大的K券也是盖掉了 勾勾对上了AA 71% AA目前保持了71%的领先 AA目前保持了71%的领先 7,8,10 对手有4张9的出牌 一张梅花6啊 对手有梅花的出牌 哇,梅花9出现 顺花都抽到了 那我们的AA又是被Badbeat了 有没有贵啊 这些人都被贵了 我们一定会支撞到那个渠速度了 对手 对手 因此认为是有计划 然后不说的 不是购买充 然后是购买充 然后是购买充 购买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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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首Michael Soyza退DeVolce的对抗A10对上了勾勾 一个四六开 直接是击中了一张10 击中了一张A 还有三张10的出牌 没有出现 低了发牌是真的很快 短片是几个短片的对不对 所以每个人都在8-9的出牌 你最许是击中了 每个人都在8-9的出牌 好 可能不 对 YES YES 不要射击我 Ace 我感觉有两个Ace在桌上 OK 两个Ace在桌上 Ace在桌上 我没有Ace 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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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Siam 那 那很好 那很好 9 不不不,我已经获得了8 奖合牌的一张8是给Devose带来了一个击中 一个顺子啊 两位玩家是瓜分了我们Michael Solida的Ace King 他的所有的积分牌 那么他的后手应该还是有一块积分牌 后手有一块生命牌 我们的A圈遇到了圈圈啊 那这里我们的Rendy应该是不会盖到他的A圈了 选择跟住 一个Snap call 一个四 四六开的一个 Jackson Yeah, it's those two hands It's Queen, it's King, it's King, it's King 哇,我们气掉的勾勾是直接击中了三条 你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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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e free rolling me, right? Oh, free roll 好,目前是一个 Chop, clean them up Jack, Jack, yeah? Yeah, Jack Even 10 score Really? You all balance what, your stack? How much is it? You all balance your hands How much is it? Yeah, yeah Well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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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anda选择all in 4100的几分排 Zoanda选择all in 選擇直球all in K勾遇上了10时 又是一个翻前的55开的跑码 K勾目前以两高张的优势 暂时取得一点的领先 7%的领先 直接击中了一个3条10 依然只有4张圈的一个出牌 我们Jwanda又一次输掉了一个翻前的flip 可以看到Jwanda在连续的几手翻前的对抗中是连续失利 赛事举办地点是黑山共和国卖胜独家娱乐城 本次比赛已经带来了39手的买入 目前场上还剩下33名玩家 破发在枪口位跟注的一个K圈 又一次遇到了一个后置位的AA 直接选择做了一个小的架注 5个前注的加注 他的AA 那迪莫斯的90 在这里面对这样子一个加注是可以选择跟注的 因为这我牌的翻后游戏概念非常的好 他还是选择了做一个放弃 不想再翻前 太过浪费筹码 我们的Rendy拿到一手10K同色 做了一个跟注 迪莫斯的一手10K同色 圈钩砸射也选择跟注 那带给破发的赔率有点太好了 底池已经拥有54000 他需要再跟注9000 就可以看一个63000的底池 我直接选择Olin 他被秒尻 一个24对75的跑码 还有1%的概率 Chop 目前是没有Chop的概率了 黑桃 没有出现 那么的AA是成功顶住 我反而又一次输掉了一手翻前的对抗 他的偷吃频率也是非常的低 是一个非常有纪律的玩家 我真的是非常佩服他的一个纪律 几乎从来没有看到他去做一些范围之外的 一些尝试 而他的比赛的好成绩也证明了他这个系统的稳定性 古典的玩家 稳定性也非常优 这是以我们的X X Queen是遇到了我们的Pocket Jack 我们的Codex和我们的Leptic在翻前打到了Olin 我们的GoGo也是非常的勇猛啊 直接选择179000的积分牌在翻前做一个波动 可以看到目前两手牌是一个55开的状态 50%对49%以及1%的概率 平局 看一下 发出了圈K6 那么我们的GoGo目前是只有两张Go的一个击中 出牌 没有击中 那么GoGo是被淘汰出局 我们的Codex再次赢下了一个翻前的对抗 今天他的牌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几乎赢下了翻前所有的对抗 那么目前为他累积到了接近100万的积分牌 这可能不算是缺乏 20万亿 Hong Kong Oh my god 这没关系 我还没关系 18是很糟糕 我准备了 我准备了 我认为是第三次 我认为是第二次 18是真正的 我认为是真正的 我没打操弃弱2 三十多安定的 30安定是多少让你打操弱 对 我认为是9打 1打 但是他比较的 但他比较不同 1,2,3,4打 一打 十六 十四 十六 十七 十六 十七 十六 十六 这手牌是一家四架底池的翻牌 我们的Diverse这里是击中了一个三条石 我们的Randy是有一个天生顺 都选择过牌 做了一个八千的下注 做了一个加注 我们的Randy这里用一个顺子做一个加注 在翻牌的过牌埋伏之后 他的这手顺子是非常隐蔽的 没有压力 没有关系 你确定吗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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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是选择了跟注 看一下盒牌会不会出现攻队 真的是出现了攻队 那么我们的Randy这里要警惕 对手的一些三条两队的组合 那这里我们的Diverse直接选择了做一个All-in 全下 9万4千 Randy的后手是15万4千 他这里 非常艰难啊 他也知道他的转牌 做了一个加注之后 对手 跟注的范围 就是他的价值对象 就是一些三条两队 而合牌的一张攻队勾啊 是非常大的程度上 增强了对手的范围 那他这里 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啊 选择盖牌 真的是非常艰难 但是非常明智的决定 他应该会在合牌 对任何的非攻队面 做一个跟注 但是刚才发生了一手 比较有意思的牌 Randy的加注到2万 用他的A7 同色 我们Jayton这里有一手 K圈杂色 在观赏尾 他拥有14万4千的积分牌 在他的后尾 还有一个 Jawanda拥有6万1千的积分牌 那么他这里 也要考虑 不但要考虑自己的手牌范围 还要考虑后置位对手 那在这里果然是做了一个明确的气牌 Jawanda直接选择all in 那么对手也是call了 我们Jayton也是非常的 对整个战略非常的清晰 他知道后卫有短马的情况下 用一个边缘牌去call 去跟注对手前卫的一个 掐住是非常不理智的 翻牌出现了两张黑桃 但是也有两张钩 直接击中了葫芦 那么他的黑桃听牌 还剩五张 没有击中 Jawanda终于是赢下了一次 翻前的领先的跑马 A勾赢下了A7 为他double up 直接选择all in Peter Jayton 14万一千的后手 在枪口加入的位置选择用圈十同色 做了一个all in 而成为令A圈杂色 也只能选择跟注拳下了 装卫867排 来到一个接近46开的一个组合 翻前跑马 短牌的比赛在前期 互相之间的一些翻前的跑马会更多 都想要去再翻前 在前期直接拿下一些大的对抗 哇直接join dead 天花 我们的Peter Jayton 仿佛是 仿佛是昨天的Quick 非常的厉害 这样子一个翻牌太可怕了 一个天花并且听铜花顺 5加5加的跟注底池 到Hedrick位置和庄位 接连all in的K圈 我们的Rambin也是选择在 枪口位啊 选择用A8同色进行一个跟注 K圈K圈对A8 我们的A8的盈率也是非常高 目前拥有54%的盈率 陈伟林也在想给我一手翻前 all in之后翻后来一个天花吧 看一看我们的翻牌 如果发出一些 红色的面张 那就比较好了 翻牌770 比较干燥的面 那么A8继续保持领先 一张红星 他有一个花抽牌 红星到 真的是击中了 红星花 我们的陈伟林是继续的得到一个Tripl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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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